中共病毒疫情还未停息 曾是疫情重灾区的武汉 近日举行了一场称3000人参加的水上电影派对 现场挤满人潮 但未遵守社交距离 此场景引发舆论哗然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安置此类聚集活动 恐怕传播病毒 四川省连降多日暴雨 造成多地严重积水山洪爆发 周三凌晨 宜宾市一个商场外突然发生大面积路面塌陷 当场有21辆汽车坠入坑中 坑洞涌出大量的水 网民指到处都是豆腐渣连锁效应 很恐怖 灾难会越来越大 习近平18号现身安徽视察洪灾 被讥讽是马后炮 这是习隐身17天后首次露面 李克强等中共常委也纷纷露面 说明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 至于结果如何 有专家说习近平已经落败 但也有观点认为 习掌控党政军大权 权力地位难以动摇 就在美国宣布将对中共党员 及其家属进行制裁后 一份中共上海市全体党员登记名册 在网上流传 这份名单记录了195名 上海市党员的姓名 性别 习惯 身份证字号 家庭住址及通讯方式 有媒体初步验证了文件的真实性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